西行技中唐三藏的第二次西行之路 还没到达妖怪大道 就被杀星观音给盯上了 当时勉强击败八大金刚的唐三藏 遇到了杀星观音就彻底的输了 这场战斗结束后 观众们都以为唐三藏的实力 只比八大金刚稍微强一点点 毕竟唐三藏在随后的战斗中 的确是被杀星观音 随手一招别打得失去战斗力了 杀星观音在天界中 只能勉强排第三 他的前面还有如来和地诗天 在上面甚至还有三清 这种级别的顶级强者 而前期被杀星观音鸟杀的唐三藏 在后期为什么可以抗衡原始天尊呢 唐三藏在后期的剧情中 实力得到了增强 无论遇到了怎样的对手 他都可以过过招 就连三清之一的原始天尊也不例外 唐三藏之所以能和原始天尊抗衡 还是因为他的这个特性 唐三藏自身的攻击队 暗魂都拥有额外的伤害 他的拳头打到心地善良的神的身上 可能是不痛一点 但是唐三藏的拳头 打到暗魂的身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唐三藏实习行器中 唯一的一个能克制暗魂角色 就连暗魂的创始者 原始天尊都奈何不了唐三藏 所以他打不过杀星观音 但是却能够捶爆原始天尊 也是情有可言